好,那我们下一页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分享人,然后还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叫曾庆,我现在是Geral Tech Digital Media的Master Program的学生。 我之前在SMU HCI做过Visitor Student一年,然后在之前我一直是学Compure Science的。 我Master是Texas A&M University毕业的Compure Science Master学员。 然后在国内的话是在北京理工大学Compure Science的本科。 对,这说关于我的教育背景有一点长,然后工作背景也有一点长。 对,就是我现在一共做过四个Design Intern,然后分别是Facebook, Wish,Wish可能我不确定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一个e-commerce的独角兽, 就有点像北美版的Pindu多,然后去年年底刚刚上市。 是非常有名,一批人抱负。 对,然后还有BuzzFeed,是有一个,我感觉有点像那种媒体公司, 然后新闻公司那种,然后US Bank,对,就是一个传统银行。 好嘞,好,那我们进入到正式这样一个访谈的环节。 刚才确实也有提到说在这个Master之前是做什么的, 我看到你之前好像是Compure Science背景,而且这个学校也都很不错。 然后你可以仔细来介绍一下,这样子我们就更加能了解到你这个一个心路历程, 尤其是你的Compure Science,是不是很多人都高高兴的去拿着高兴写代码了, 然后就比较好奇你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工作经历,以及你的心路历程。 I see,对,就是我觉得我今天可能会说各种大事话。 没关系,如果真的不妥贴的话,我们可以后期剪辑。 就比如说学Compure Science这个事情,就是怎么说,就是当时反正学是学了, 你会觉得这个行业很好,然后每天都有新东西产生。 但是作为一个个人的话,你真的很想一辈子当马农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然后其实我纠结了很多年。 对,然后其实我读本科读Master,我周围的同学很多人也很纠结。 就是他们会觉得啊,这个工作很好,找工作很容易,怎么怎么样,工资也很高。 但是这个事情真是你可以很热爱做一辈子的事情。 我觉得很多人也是有这个问号。 嗯,然后可能如果如果我当时没有机会选择的话,可能我就当一个马农,就就比较,比较按部就班的当一个马农了。 然后然后但是somehow就脑子出了一下,就是也也不是这么说。 就是说,嗯,就是任性了一把,然后就说不敢,然后我想去,我想去学个别的东西,然后我就没有继续找马农的工作,然后就开始找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就是嗯,当时觉得挺喜欢visual这种东西的,然后就去看这个行业里面有哪些比较match,然后后面发现有个专业叫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岗位叫UX吧,然后我觉得这事还挺。 然后我就说一开始我先去上了一个网课,然后后来呃,从别人那儿听说说有business的人,然后我就升了这几个就是ACI比较著名的项目,然后当时下面有给的路循最快就进了,然后去了在那待了一年,然后然后我觉得我在那还上过挺多课,然后做project我都特别喜欢,然后我就可以干这事,可以继续干这事,然后然后就开始准备申请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后面的这种标准化的路。 啊,好,那这个好像刚刚已经说到了哈,就你这个心路历程,嗯,你去那个CMU当visiting的这个叫是visiting student,嗯,这个是在你在还在呃,还在那个Texas,那个是Austin,是在在,我那对对,我那个时候已经毕业了,然后对,你申先申请一个visiting student的这样一个机会什么,对,哎,这个比较特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一个summer school吗,还是,呃,就是他visiting 你最常可以做三个学期一年,啊,我就在那做了一年,啊,那这个就是正常交一个学期的学费吗,还是,对,对,对,就是,呃,就是,呃,就是他让你过去之后,然后你其实全校的课都可以选,然后选上课以后,其实老师在系统的也看不出来你是,是什么学生,就他还会像普通的学生这样就在, 然后我就一直差不多跟着HCI的这些学生一起上课,啊,对,那他针对的用户,就是客户群体主要就是那些想来这个学校尝试一下那些学生,是吗,我其实不知道别人,就我只知道我自己,就是我,呃,就是学校也没有一个说什么把所有visiting student全部组在一起的这种活动就没有,然后我觉得我每天就是和其他HCI的学生一起混在一起,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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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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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结果略尴尬 就是我只有这一个学校录取 就是对 其实我申请的那一年 我感觉是特别卷了一年 就是17升18是吧 还是18到19 18升19 等会17升18 我之前在学上就一直在带嘛 然后他们当时跟我反应 也是17升18那一届 是比较难的一届 对对对 就是我们学校最后 那个有一年 somehow我看到学校的统计数据 就是那一年是最top的 就是是人生最多的一年 然后到最后就降了 然后我也问了我这位同学 大家录取的条件 也都是好像到之后 就算是降了一点 就比如托福可以少十分 这种 那这托福少十分 因为他本身总共也没有多少 这个还是很很大的一个情况 那当时选的这个项目就是 那他当时是因为 我刚才我记得你好提到说 这个项目他可能 因为我们有一些同学 他们其实卡是卡在这个英语的水平上 然后各个项目有一些就是轻号 比如说像UHCD 它是比较在乎PS 然后的话呢 有些学校可能也会比 大部分的HCI 都比较在乎托福 那么比较少的学校会在乎GRE 那你觉得像从你的感受来讲的话 就是在这个比重上来讲 哪些就是你感觉就是以你的了解 这些项目都各注重什么 或者说主要你这个项目会有什么偏好 或者说是就是 对 其实他们录取这个 就他他具体怎么筛选 其实我觉得是个黑箱操作 我自己不是很知道 但是我有在录取之后问大家的成绩 然后我那一年大家成绩都比较好 就不管是HCI项目 就我们学校HCI项目的 还是我们学校那个这种Media项目的 大家可能都托福116118 然后GRE 133到这个程度 对对 然后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硬指标吧 然后其他的可能 呃 再去看你的作品集或者 其他的内容 嗯好 啊那这个项目的录取情况怎么样 新生一共多少 然后中国人有多少录取有什么偏好呢 嗯我们这个项目还比较小 就是呃我那些我感觉也就20来个人 然后呃diversity还挺大的 就是呃不管是专业上diversity 还是年龄上diversity 我觉得都比较大 就是除了说你比较沾边的这几个专业 什么design computer science 或者social science 还有那种就是学法律背景的同学 我们也有 对然后年龄上也diversity比较大 就是比如说从22岁本科刚毕业的 或者到一直到五六十的也都有 对就还挺神奇的 就是尤其是有一 嗯对我们同学里面还有还有那种就是 比如说你可能在自己行业都干了挺多年了吧 可能比如说你30多40多 有时候嗯可能对中国人来说你会觉得 嗯有点害怕去转行 但是我感觉在这个program里面好像没有这样的压力 就是什么样背景的人都有 然后你在这可以和其他人一样的 就是人家上成课你上成课 人家转行找什么工作 你也可以找什么工作就没有什么压力 然后我们一届大概二十个新生 然后中国人的话我们 嗯四个大陆来的 然后还有一群ABC 嗯好的好的 嗯那你对申请者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嗯 那错误考高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116的错误表示完全无法接受感觉就可以放弃了 我申请的那一年确实是这个情况然后当时我在下面做visit student的时候就是我也问过其他international student 然后他们也都是118这种分 118呀 太夸张了 就那那几年比较久 但是但是我想说等到我我之后的那一届我就是特意我还不能下退了 你们这些下退的人早就下下一届比较容易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的下一届也有从大陆来的就是中国学生 然后有106进来的 我就说嗯一下降了十份还是挺多的 啊 我就那106了 原来我是来得早 所以这样的称谓 好呃那这个项目的学制和学费是什么样的 学制我们是两年 然后呃但是大家也看到了我这么多年没有毕业就是比较flexible 对就是呃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们学校是就是呃只要你维持那个合法身份 然后上购了学校要的课 然后你想快点毕业或者想晚一点毕业 我觉得他没有那么严格的限制 对然后比较标准的是两年 呃两年中大概会呃有有三门 就是普通的就是上课的那种呃毕业课 然后两个studio这种毕业课 还有一个呃capsule project毕业课 剩下就是选秀 然后学费的话呃 GT他官网上有一个对每年学费的那个就是帮你预估 然后我专门查一下就是下一个学年的预估 大概就是一年学费是三万多点 然后他再把比如说你的住宿吃饭七八八 再把你加进去的预估大概是五万一年 五万道啊 比如说做游戏啊 AR VR啊 嗯或者是其他就是比较creative的这种这种动手的课 这些是选修的还是必修的 就是呃有的是在选修里面有的是在必修 必修就是我说那个project studio 就是project studio大概就是可能十多个人称赛二十个人一门课 然后大家分小组做project 这样对那你有没有做AR VR的这些相关的 有没有用过什么unite什么的 啊我这一学期在做 然后但是那个课呃那个课是我在必修上学的 叫那个principle of uh 然后我们我们系还有一个 就是专门上ARVR 比较著名的一个老太太的 如果录取了可以知道她 然后很多很多我们想要HCI的 那个学生也专门来选她的课 好 那你觉得项目偏重在哪方面呢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那个MHCI UW MHCID 他会偏重那种小班教学 就30个人 那么HCD的话 他在reserve方面更强调一些 而MHCID相对来讲 跟工业界的联系会更高一点 然后那么你觉得这个项目的话 他会偏向于哪一方面